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衣衫會友主持Terry 今集我們繼續再聽下越野雄心在挪威旅程的分享 零下幾度紮營在上面,大風到爆 那晚紮營也有幾個人在紮營 都是有飛機的,都有航拍機在玩 第二天看到一個上來的,神祖上來的 叫他幫我拍,拍完之後 給他看一段影片 嘩,他說超值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想玩的 本來之前去哪些地方 在聖堂岩那裏 調出去做人旗 打算是這樣的,已經做了 研究到哪裏可以設置 anchor 性 已經想到帶了工具 誰知道玩完按摩之士,下來經常看 體能真的不好 但下來之後很累 寒雪山那段已經是很短的 對,下來都很累,我們總共走了 十五個小時兩天 很累,背著這麼重工具 我明白 十五個小時 都背著重工具 對 接下來會不會想挑戰其他地方 或者你香港也有什麼地方想挑戰一下 有什麼玩的 其實香港也玩得 八百九九 現在目標就是 我盡量去外遊 所以在香港時間比較少 那外國有什麼目標的地方 香港嗎?外國嗎? 外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 去一些比較 如果有山有正的,好像挪威那樣 都會做優先目標的 雪山呢? 雪山 不行的這個? 我就不行了,我高山症的 這個高山症 多去到三千而已 都試過上高山 試過 試過 很辛苦的 比如我們早十年前去神山 神山 我看著神山 黃膽水都偶出來了 四千而已 四千 然後落山 落到三千多的時候 黃膽水都偶出來了 很辛苦 受不了 如果要運動去上高山症 基本上就實中高山症 有 我記得你上年搞過一個大帽山的 清潔大帽山的垃圾 那你有沒有打算再搞 其實現在保持住 也有搞平均每個月約過一次 但就小規模一些 不會太大宣傳 有些是有難途的 例如在鑑上面 對 鑑那些就不會到處吹雞叫人去 自己圍內 自己圍內 那些有難度和危險性 有些人未必有什麼能力評估到他們 那我無謂叫他們去 對嗎 對 你要閒間要撿垃圾 還要揹著垃圾 這個不是每個人做到的 現在坊間很多團體 他們都自發性地去撿 這個是風氣做好 所以不用特意做什麼大型的宣傳 吹雞叫人 各自小隊出隊出活動去撿 就是去撿 那一次純粹都是去 所以發起了這件事 令到多些生有 整個去清潔 去撿垃圾 大家 整件事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很多人都會 已經自發性地去做這件事 多了 我們見到不少 講到保護大自然的工作 我們今集的嘉賓 綠色地球可以說不為如零 他們特別重視綠色 積極推動珍色資源 和源頭減費的理念 在政策倡議 公眾教育 和企業合作 各方面推動環保 我們很開心 今次可以參加 他們的年度盛事 撐綠色慈善夜行 還有機會和他們聊 香港面對的光污染問題 綠色夜行是你們年度盛事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光灰燃為主題 我想一個重要的是 我們進入裡面的終點 那個地方是香港唯一的天明公園 去到天明公園的時候 我們想一想 香港的情況就是 越來越光 但是星星好像不見了 反而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夜行的活動 可以大家不是鬥快慢慢走 欣賞回香港的漂亮的地方 亦去到裡面的時候 如果天理好 除了看到漫天星空之外 是不是更可能可以看到銀河呢 所以我們覺得就是 有些東西很珍貴的 我們好像不見了 我們是希望大家進入裡面 可以找花一些我們有的東西 不一定要去購物 或者其他物質的東西才有 我們的機構叫綠色地球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的色字 我們不單說顏色那麼簡單 而是珍色的色 我們是推廣這個珍色資源的 大家說珍色資源 就很多時候會想起一些廢物 就是我們經常推動的結果 其實能源都是一種很重要的資源 我們是希望能夠推廣的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夜行的活動 大家想想一下江污染 這件事其實對自己的影響 或者對香港的能源使用的影響 希望大家可以做到能源方面 也是珍色資源 講回今次的慈善夜行 主要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 香港的光害污染問題 其實什麼是光污染呢 還有對大自然的生態平衡 或者人體有什麼負面的影響呢 光污染這樣說的話 有一個地方 香港很有趣的 如果你太空望回去 我們是南中國最光的一點 其實背後說的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計算 1997年回歸之後 10年這樣計算 我們人口增加了大概6% 但是我們的能源消耗 增加了18% 其實你看到那種6和18之間 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我們講光污染 很多時候講的概念 第一個就是人為的 過度使用燈光的一種情況 所以回到剛才的情況 第一個可以看到 就是過度消耗底下的空氣污染 產生空氣污染 或者是碳排放的 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 香港和今晚的主題 也比較切合的是 升空保育 我想我們以前見過 或者西爆的機會見到 漫天星星的時候 那種感覺是震撼的 我們希望這件事 可以拉近人和自然的關係 第三個 香港很特有的就是 燈光對人的滋搖 歸用的 譬如你在家裡外 有一盞 閃過不停的 通宵燈 其實我們經常講 你經濟發展裡面 究竟可不可以 和你的鄰舍和社區 有一個和諧的關係 而不是為了商業的利益 就是我鬥閃 而犧牲了其他公眾的利益 我想這個對人的影響比較多 當然你看問的 一個就是對自然生態的影響 我想最重要 就是對夜行生物的影響比較多 最經典的例子 和香港可能有 大家愈來愈少說 就是六海龜 因為六海龜 它每一年 在哪個地方出生 它成年之後 它會游回來產卵 過去講就是南蛙島 坦白說 我們南蛙島附近的那種燈光 是愈來愈多成的燈光 那種燈光 對它來說 很多時候它回來的導航 是什麼看月亮 現在的問題就是 滿天都是燈光 它搞不清楚哪裏 所以我們現在 南蛙島 基本上就是六海龜 幾近全職 其實如果你說 光污染的一種影響 對自然生態 這個部分是比較大的 當夜行的動物 或者昆蟲 譬如螢火蟲 螢火蟲夠暗 它們才可以繁殖得到 現在我們香港的螢火蟲 也都是買小件事 這次我們除了和嘉賓做訪問之外 還親身參與燦綠色慈善夜行 我們會和大約六百位參加者 由北潭衝出發 慢慢行去終點 萬移水庫西白 除了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之外 沿途還可以欣賞風景 和賞心絕目的夕陽 可謂一舉兩得 萬移水庫位於西凡區 是香港最大的儲水冷水泊 水庫建有兩條水壩 分別為東壩和西壩 水壩將西凡半島 和當時的梁船灣周連接起來 東壩一帶有罕見的六角柱石群 斷層、流曲石柱的地質現象 所以被列為香港雷頭國 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 另一邊的西壩 它設有創興水上活動中心 和香港首個天文公園 由於光害較少 而成為了觀星熱點 同時又是一個欣賞日落的好地方 當日的參加者 都有聽從大會的指示 置備水樽和食物盒 我們還看到有參加者 一家大小來參加今次的活動 究竟大家怎樣做到珍惜資源 從而改善光污染的問題 不如我們請教下綠色地球的嘉賓 又試試問下今次夜行的參加者 聽他們怎樣說 簡單的兩件事 不需要用燈光的時候 可能記得關燈 這是最基本的 因為無論是自有能源 或者是一個良好的 例如Riven所說 珍惜這種習慣都可以做到 另一個 如果你看到社區或其他地方 有些橫行霸道的燈光的時候 和環保署舉報 環保署幾個月前 請了一個搞光污染的經理 就是做這件事 我想城市這幾年之間 光污染的情況 整體有改善 但如果大家不去幫忙 去做一些舉報 或者做一些投訴的話 這種情況就是靠環保團體不夠 大家都可以一起出力 想欣賞一下大自然 順便我們都是支持環保的 參加者是親子活動 一起開開心心 希望將這些信息 帶給下一代 讓他們知道這個很重要 保護環境 那你覺得香港的光污染 是不是很嚴重 嚴重的日子都在受害 那你會做些什麼去改善這個問題 不如在家裡 第一,先以身作則 有些沒有需要的燈就不要開 同時不要開這麼光 因為我們深受其害 鄰居開得很光的燈 撐著我們 所以很不舒服 你知不知道為了什麼 這次活動 是籌款 籌款 知不知道什麼叫光污染 知 知 香港的光污染是很嚴重的 是啊 是啊 那你會做些什麼去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有些燈不要用那麼強 有時候會浪費了 用LED燈 過來的時候都在想 可不可以看到很多星星的 那你覺得香港的光污染是嚴重嗎 我覺得也嚴重的 是的 因為我在中環上班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嚴重 是的 你覺得怎樣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例如你自己在家 或者 你會怎麼呼籲人 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盡量在 不需要用到電的時候 真的要關掉它 還有不要長期都開著一些燈 還有盡量用一些環保 用少一些電的LED燈 會很嚴重 剛才有沒有看到星星 看到的 也看到很多星星 還有也有人講解 再加上有很多望遠鏡看 那就 真是 很深刻的體驗 會不會覺得黑媽媽 其實很可怕 也會 因為附近有很多人 而且氣氛也很好 今次撐綠色夜行 令我們見識到 即使要搞一個大型的活動 都可以做到不浪費 例如他們很多物資都會循環再用 活動就算在夜間進行 都沒有用到大量的照明裝備 其實黑夜並不可怕 假設有一天我們將能源耗盡 後果是更加嚴重 所以我們現在要好好珍惜擁有的資源 就好像綠色地球主題曲裡面提到 第一集 我們會繼續跟綠色地球的嘉賓 了解一下 如何才能在活動中做到源頭減費呢 他們還會分享對移除山徑垃圾桶的 成效的一些看法 有兩位90後的年輕人 說香港的山與城 一物相連 共生共存 還出了書 分享自己的山城故事 記得留意下一集的嘉賓 山城中酒 我們會不會再說 哪一種基地球 呢 你的 moonlight 是 走 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